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拥有一副好身材,一张漂亮的脸蛋,嫁一个中意的老公,可是要想嫁一个让人中意的老公,好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,男人常用人来猪狂,来形容家里的妻子,所以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永远年轻,永远18岁,然而岁月无情。 18岁的青春如何保持,就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把女人怎样吃,能永远保持18岁,一清晨醒来时多吃食物,这是更快燃烧脂肪,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。 早餐在饮食计划中,记着决定性的作用,人处于睡眠状态时,青晨带血的速度会达到最低,随着青晨的缩醒,青晨带血会逐渐恢复正常水平。 醒来后越快吃早餐,青晨带血的速度就提高得越快。 如果你是个陈恋爱好者,运动前要保证吃一个香蕉,运动后再吃早餐,茶或咖啡不可代替早餐,燕麦片半水果,或是一个熟鸡蛋和一碗粥,面包,都是早餐不错的选择。 二来不及吃早餐,别空手上班,如果你来不及吃早餐,应是先准备好一个粗面粉面包,一点水果,熟香蕉和一瓶酸奶带到办公室,一样,饿的时候,就能随手取到一份强力早餐,为工作及时加油。 三和孩子一样喝奶,一天喝三杯酸奶的女人,会比没喝花奶的人多消耗百分之六十的脂肪,是什么让酸奶变得如此之神奇? 答案是酸奶里丰富的钙离子,它充当着脆化剂,使身体能更快的燃烧脂肪。 酸奶搭配豆腐、蔬菜、骨类食品食用,会更好的发挥效果。 四睡不好会发胖,每天睡五到六小时的人,平均比每天睡七到八小时的人中六到八磅。 当正常睡眠时间被剥夺时,身体会产生大量的烫压激素,以及缓心沉带鞋的速度,同时第二天的食欲也会增强。 如果早晨必须七点起床,前天晚上最好在十一点左右就请。 睡觉前不要看电视,可以泡个热水早,或者读很不错的小说。 五不停的运动,把日常锻炼分为两部分。 例如,清晨二十分钟的力量练习,晚半后半小时的散步,清晨带鞋的速度将会增大一倍。 就是说分阶段练习,比一次性练习更容易消耗热量。 每小时抽出五分钟的时间随便走走,同样会收效。 但是不要走入这样的一个误区,不要认为运动一秒都会奏效的。 六眼十一出不一戏,一项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,在瘦身过程中关键不是渗入纤维素的量,而是和种纤维素可在消化过程中起的最好的催化脂肪消耗作用。 经常吃健康,未经加工过的水果蔬菜、全麦面包比那些食用加工过的淀粉食品多消耗80%的热量。 未经加工食品中的纤维是直接被人体所吸收,而加工过的纤维却是分解成糖分被人体所吸收。 随着体内糖分的增加,也会使以导素吸附脂肪的能力增加,从而使体内的脂肪堆积,吃餐前残后的补充水分。 饭前饭后都应补充大量的水分,身体缺水时,新陈代谢的水平,会比原先较低减少2%,这时候避免喝茶、苏打水、咖啡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。 在咖啡因的作用下,身体只会吸收一半的水分,包精神食粮,谁想脑子炼,思埃敏捷和工作效率高。 谁就应多吃碳水化合物,丰富的食品和补充来生素比。 喝糖、粗面粉、面包和香蕉是你首选的壮脑品,因为它们供给你脑力劳动,所必需的精神营养。 温馨提示,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的关于女人怎样吃,能永远保持18岁的话题。 通过分享我们知道的女人要想永远年轻,一直保持18岁,吃是很关键的,吃得正确才能达到健康美颜的效果。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到美女们解决暧昧的问题,祝愿美女们越吃越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